很只 哈喽大家好我是David 哈喽我是Jessica 母亲节刚刚过去 我们首先要祝福所有已经成为母亲 或者是未来即将成为的母亲们 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如果宝宝不睡觉该怎么办 从我们的宝宝出生到现在 其实我们经历了很多个 他不爱睡觉或者睡不好的阶段 所以我们就想母亲节了 我们能分享点什么呢 帮助到所有的母亲 我相信对于做母亲的每一位来讲 有一个爱睡觉的宝宝就是最大的礼物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他刚刚出生 其实对于我们的宝宝 简单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是八棒 刚出生的时候第一天晚上 我们就在我们的课上所学到的那个 swaddle的技能 David就大显身手开始给他swaddle 各种各样的包 可是呢包了一下下 然后他就又踹开 第一天晚上是我给他包的 但是那个时候他晚上大概隔可能一个小时 就会醒来一次 对然后我就去看的时候就发现 每次他醒来的时候 那个swaddle都已经被他挣脱了 对所以我开始还认为是我包的技术不够好 对结果后来我就叫来了护士 护士看说你做得非常好 你包的很professional 对做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可能是因为你孩子的这个力量太大了 所以每次都把它给挣脱了 我们学到第一个tip就是 如果你的孩子也像我们这样力量超级大 护士教我们一个方法 就是double swallow 对就是包一层不够 然后包两层 对就是在第一层基础上 再来一个像burrito一样给他卷起来 然后他可能就不容易那么快地挣脱 因为刚刚出生的宝宝最大的是一个惊跳反应 就是说他在肚子里的时候 他是觉得碰到哪里 其实都是有一个阻挡的嘛 所以他很喜欢那种紧紧的感觉 我知道很多父母会担心说 哎呀这么可爱这么小的宝宝 一出生就给他包起来 是不是很可怜 或者觉得看起来不舒服 但实际上他是非常喜欢这种感觉的 swaddle is the key 第二个我们想分享的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 就是当出生之后作为新手妈妈 你第一个感觉就是 就是我该怎么办 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该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请一个月嫂来帮助我们 可是坦白讲作为妈妈你还是会有一种焦虑 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 有一次我就是totally break down 就是因为我怎么哄他睡觉 他都睡不着 然后我就崩溃 然后我就自己站在门口大哭 就是当你其实还也很处于一个比较疲惫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然后你怎么样哄孩子又不能够睡觉的时候 所以你会被他的情绪带进去 最后就导致你也很崩溃 对 但是那时候非常感谢David 他是我的saber 那个时候你就抽那句喜欢说我来 然后你就直接抱着他 后来他真的就是睡着了 是 蛮驱惊的 从那天开始我真的就觉得 father is the key father is another key OK 所以我觉得我的第二个经验一个tip 就是你们真的觉得很辛苦的时候一定不要就是碍于 你觉得妈妈应该做成这件事情 去不involve其他人 我觉得除了月嫂或者你自己的母亲或者是婆婆之类的 这些有经验的上一辈人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你父亲这个角色带到这个孩子的生命里来 因为像我的宝宝他不是全程亲卫 他有时候会拿奶瓶去喂他 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那有的时候我很累的时候我真的是可以请David来帮助我 而且他最后真的是成为我很大的帮助 那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宝宝在刚出生前三个月的时候 那第一个月有月嫂阿姨帮我们 但当阿姨走了以后呢 他晚上睡觉大概每天晚上三点到四点钟的时候 凌晨一定会起来 那因为我和Jessica白天还有工作 所以我们晚上就会轮班 那大部分我轮班的那天晚上他都会准时起床 然后我进去以后呢就是先把他抱起来 然后给他喂一点奶 然后躺在这个Nursing chair上 那这里面提到这个Nursing chair我觉得这么长时间我们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 因为当孩子很小的时候他一定需要在你的怀里入睡 然后你再把他放下去 但是如果你一直抱着他的话 你想半夜起来大家都很困很疲乏 所以那个时候你如果把他一直放在你的怀里一直去摇的话 其实作为父母来讲也很辛苦也很累 但是我们的这个Nursing chair就是你可以抱着他躺在上面 因为他还有一个脚踏脚紧可以放在上面 而且他整个会前后这样去摇 睡着以后我就把它轻轻的再放回他的这个crib里面 所以零到三个月其实第三个我们想分享的经验就是 最好你能够坚持不要cold sleeping cold sleeping是一个大部分母亲都会在新生日阶段比较容易养成的一个习惯 其实并不是一个坏习惯 尤其宝宝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需要跟妈妈爸爸在一起的 像我们的宝宝有一个阶段 甚至跟我们住在一张床上 因为我们就觉得很方便嘛 那个时候他有点胀气 胀气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怎么办呢 就给他揉肚子啊 或者是拍格拍在我的这个肩膀上 然后拍一拍拍一拍 我就慢慢慢慢缓缓地把他放到我们的那个睡觉的 我们的床表大 给他放到中间那个位置 然后呢偶尔我也可以再拍一拍他 如果他要是睡不着的话 那个时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可是坦白讲co-sleeping很多不好的东西 第一个其实这样的做法是非常非常的不建议的 因为很容易压到宝宝或者是他有就是窒息的这个危险 所以我们很快把这个方法马上就转移成 把它放在他旁边的一个小的basinet里面 跟我们一起挨着 可是这个挨着的basinet又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或者是David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打呼噜的人啊 或者是翻个身啊上个厕所 他很快就会被影响就会醒来 所以说co-sleeping当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便捷的方法 我想对很多父母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很便捷的一来就上手的方法 可是最好如果你家的条件允许的话 我们的建议是可以把它分房睡 对 让他自己有自己的房间 你只需要简单的设立一个就是monitor baby monitor就可以了 就是你可以长期的看到他 是的 从小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 长大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适应了 是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就是四到八个月的宝宝 这个期间我们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给你 wake window watch your wake window 就是他醒来的时间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到底该醒多少时间 醒多久是最适合这个月龄的宝宝 一定要提前的做好这个功课 像我当时就是很多次我都在肺解 为什么他不睡觉呢 为什么他一直哭 为什么怎么哄都不睡 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道理 over tired 这是一个我们家的nightmare的一个词 就是我只要说 不要让他over tired David一定会立刻冲过来帮我 陪他一起睡觉 一个很可怕的 非常敏感的一个词 对 就是千万不要over tired 对于宝宝来讲 他如果over tired 他基本上就是很难再自己入睡了 和他也不可能再平安地睡着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一定要watch他的wake window 所以我会把它放在这个屏幕上 你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wake window 你只要参照这个时间 前前后后差个十分二十分 都没有关系 你就不会至少你不会碰到他大哭崩溃 甚至没有办法睡着的这个问题 那第二点我们要分享的就是 这个wake window我们抓住了 控制他一定不要让他over tired 一定不要让他太累 否则就睡不着了 那可是他就接下来又出现另一个问题 就叫做separation anxiety 就是分离焦虑 那么每次我们把他放到床上的时候 他就会直接从床上就站起来 然后他就不睡觉 然后他就会哭啊就会闹 因为我们在想说 可能那个时候他一点点一点点认识人了 那他就不希望自己一个人睡 那那个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最多的就是Jessica 每次我们给他 这个快要给他哄睡 然后放在床上的时候 他一下子就突然就站起来 好像又不睡了 所以对于这个阶段 我们会轮流带他 那比如今天呢 就是Jessica一个人去哄他去睡觉 那明天呢就可以换作是我 每一个人去轮流带他去入睡 让他不要把他的焦点 就放在这一个人的身上 当时有一个很搞笑的事情 因为David在带他的时候 我这边就会看monitor嘛 然后就在这边默默地祈祷 说啊赶快睡赶快睡 然后有的时候他真的已经睡得很好了 放下之后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sleep training 对吧 就是基本上我们是遵循他睡着了才放下 对 然后睡觉之后呢 要放下的时候 你还记得你们 就是一直狂按他 因为他要起来 我每次给他放下去以后 我就会在他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一只手 一只大手 按住他 轻轻地按住他 但争取先不要让他去翻身 然后我会拍他 轻轻地拍他 对 拍那个肩膀 对 拍肩膀 不要拍前胸 就会觉得很闷 是的 就会一点点拍他肩膀 然后去哄他 Sometimes it works Yeah 但是会拍很长时间 一直在那里巴巴巴巴 后来开始拍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拍到有一点就是愤怒 没有愤怒 其实David很少有愤怒 他这个点是 真的是我一直在学习的 比较calm的一个状态 可是有的时候 他会突然间就是 逃跑式地逃离那个房间 然后就是 只要看到他睡着 就立刻就 就跑出来 对 瞬间就要抽抽身了 后来呢 我们慢慢就是摒弃了这个方法 也是因为我们就直接选择了 sleep training 对 因为sleep training 真的是一个 坦白讲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如果你不去sleep training的baby 你让他自然生长 自然睡觉 也是很好 可是对于父母来讲 尤其是比较忙碌的父母 真的可以坦白讲 sleep training是你的救星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去更多了解这个方法 会帮助到宝宝很多 我也听过一个sleep trainer 说过一句话 就是 the best gift you can give a baby is the good sleep habit 就是好好的睡觉的习惯 他掌握这个习惯 基本上所有的问题 他都可以永远而解 像我们最近宝宝生病了嘛 然后但是他的睡眠 几乎没有问题 没有打乱 晚上还是照样睡12个小时 醒来自己也可以睡得着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之前已经掌握了 如何自己睡觉 已经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 自主入睡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而且一觉可以睡到天亮 对 所以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讲一讲 sleep training 需要了解一些什么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